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菜鸟秒学会 本期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PR来制作弹幕 首先我们打开PR导入一段视频素材 然后将素材拖入到时间轴 然后我们单击左上角的文件 单击新件 找到旧版标题 我们点击旧版标题 宽度设置为1920 高度设置为1080 实际设置为60帧每秒 像素长宽比设置为方形像素 我们单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单击文字工具 然后在视频的随机位置输入一些个弹幕 好 弹幕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字幕类型选择向左游动 勾选开始于屏幕外 结束于屏幕外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关闭 然后我们将这个弹幕拖入到时间轴 将它拉长和视频对齐 好 下面我们重新播放一下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弹幕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好 下面做一下总结 首先我们打开PR导入一段视频素材 然后将素材拖入到时间轴 然后我们单击左上角的文件 单击新件 找到旧版标题 我们单击旧版标题 然后我们单击文字工具 随便输入一些个弹幕文字 然后点击这个小按钮 选择向左滑动 然后开始于屏幕外 结束于屏幕外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一个弹幕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藏加关注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